诸葛亮设计将陆逊困在八镇土 为何诸葛亮的岳父却要救他一命 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诸葛亮的岳父是黄月英的父亲名叫黄承燕 他本是荆州民事 他的妻子是荆州刘表后期蔡氏的姐姐 与大名是唐德 公更一直是至交好友 是当时荆州绝对的实力派人物 当时刘备讨伐东武 被东武大将陆逊打得大败而归 然而陆逊却进入了诸葛亮早就设好的八镇土中 陆逊才学不及诸葛亮 自然无法破除八镇土 眼看就要生死在这其中 可是当时诸葛亮的岳父黄承燕却出面指点陆逊 最终救了陆逊一命 那当时既然是诸葛亮设下的圈套 为何身为他岳父的黄承燕要坏自己女婿的好事呢 要想看清楚这件事 就得从当时三国之间的大形式入手了 当时诸葛亮对抗北方集团的政策一直是联吴抗操 只不过刘备对于关羽败走曼城生死这件事耿耿于怀 因此一直要举兵法路 当时东武军队进攻蜀汉 被困八镇途中 由于没有破解之法 东武大将陆逊估计就命丧于此了 短时间内 这对于蜀汉是件好事 但从长远而言就是坏事了 毕竟当时东武大军在八镇途中消耗殆尽 甚至当时吴国泰的女婿都死在蜀汉 那后续吴国势必难以对抗曹魏大军 而与东武劫下仇怨的蜀汉同样独目难止 独立独自对抗曹魏 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拥有中原和江东的曹魏逐个击破 天下最终归于曹魏 这是黄承燕甚至诸葛亮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黄承燕才会将这些东武精锐放出八镇土 只不过这件事并不是由诸葛亮来做 只怕还是因为陆逊作为害死关羽的罪魁祸首 无论是谁将其放出 都无法对刘皇叔做交代 但黄承燕则不同 他不在刘备帐下做官 本身超脱无奈 加上是诸葛亮岳父 因此即便承担了这份责难也无妨 当时蜀汉已失去荆州 同时主力将领与精锐部队都尽丧的蜀汉 无奈只能待在蜀地 几乎杜绝了征伐天下的命运 直到刘备在白帝城脱孤去世 诸葛亮独揽大权 制裁不顾朝廷上下的众多非议 坚持与东吴联盟 同时主动派遣使者到东吴 重新建立孙刘联盟 抵御当时日渐强大的曹魏势力 虽然最终未能成功 但至少有了抵抗曹魏的基本条件 因此黄承燕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 保住了孙刘联盟以后赴盟的可能性 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